第七百一十九集 凤琪正住了,愣愣地看着萧九安 他真的没有想到,萧九安不想要脸时,能这么不要脸 深深地看了萧九安一眼,见萧九安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凤琪默默地看了一眼干干净净的书桌 上前,不给萧九安拒绝的机会,亲自动手摸摸 作为打扰王爷的代价,我给王爷留一张药方 作为一个有教养有风度的男人 凤琪是不会随便动人家书桌上的东西 但他今天真的被萧九安的不要脸折服了 在萧九安说不之前 凤琪便将纸张铺开,提笔落字 凤琪写得很快,但不潦草 每个字都写得很清楚 凤琪写完,不等墨迹变干 便取下来递给萧九安 不慎的,我想王爷你很需要 萧九安的脸顿时就黑了 别说接了,看也没有看 本王用不上 凤琪公子自己留着不? 什么浅浅君子完美公子 十方世界完全是在胡说 这损人不带赃字的凤琪 也配成完美公子 我还未成婚,用不上 而且我就是成婚了,也用不上 我与王爷不一样 王爷,告辞了 萧九安不接,凤琪也不尴尬 直接将药方放在桌上后 潇洒地离去 没有一丝阴霾与阴郁 萧九安这才捡起桌上的药方 看着上面的字笑了笑 他承认他确实不是一个好人 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 他都是故意在刺激凤琪 试探凤琪 而凤琪也没有让他失望 他先前确实是失态了 但却能稳住自己的情绪 至于现在 他相信凤琪现在是一点念想也没有了 即使心中仍旧有情 但却能克制 这样就够了 毕竟像凤琪这样的人 他也不能直接杀了 让对方不再给他添乱就好了 拿起桌上的药方 萧九安便去主院找季云开了 季云开早已用过膳 这会儿正半躺在贵妃椅上看书 看上去字意极了 听到脚步声 季云开扭头看了一眼 懒懒地问了一句 回来了 便不再理会萧九安 继续看自己手中的书 萧九安一脸威严地步入屋内 挥手示意暖冬几个退下 暖冬几个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小无声息地快速地退了出去 暖冬几人一走 萧九安脸上的表情就柔和积蓄 走到季云开身旁 在他身侧坐下 主动道 刚刚凤琪来找我 这事儿瞒不了 也没有必要瞒 萧九安选择主动交代 哦 这事儿暖冬已经告诉季云开了 不仅如此 季云开还知道 萧九安让凤琪等了一个时辰的事 只是这事儿站在他的立场 他是不能说也不能问的 他嘲讽本王 还给本王留了一张药方 主动坦白后 萧九安十分不客气地告了凤琪一状 半句也不提他刺激凤琪的事 是吗 师兄医术了得 开出来的药方必能对症下药 王爷让人看好没问题 可以试一试 季云开头也不抬 显然对药方什么的并不感兴趣 他自个儿就是大夫 萧九安的身体有没有毛病 他清楚得很 凤琪给萧九安开的药 肯定是调理身体用的 当初萧九安中毒 虽然毒解了 但身体还是存了一些隐患 只是他不擅长调理 而且他当时对萧九安 真的一点好感也没有 对当时的他来说 萧九安只要不死就好 至于别的 对不起 请恕他没有那个人心 无法做到以德抱怨 你确定 要本王服用凤琪留下来的药方 萧九安眼中闪过一抹笑意 将药方展开 放在寄云开的书上面 方子寄云开还是看得懂的 只扫一眼 季云开脸就黑了 啪的一声 季云开将书和尚 佐证 一改先前的慵懒与漫不经心 整个人立刻便强硬起来 你跟师兄说了什么 疼吗 萧九安不要脸 我还要脸呢 补肾 补肾 凤琪师兄居然给萧九安 开补肾的药 要说这里面没有什么 打死我也不相信 说什么 本王只是歉意地告诉他 本王起晚了 让他久等了 这药方有问题吗 萧九安一脸无辜地看着季云开 一副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 药方没有问题 季云开自然无法从萧九安脸上看出什么 但是这个一点也不重要 他又不审案 更不需要萧九安承认什么 他只要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 萧九安不承认 他也有办法 季云开露出一抹狐狸一般的笑 温柔说道 不过 为了配合这个药方 王爷你需要修身养性 你看 是你搬出去住 还是我搬出去住 云开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萧九安脸上的表情 差点就僵住了 他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没抹黑凤奇的形象 反倒给自己找事了 我知道 王爷一向不喜欢动来动去 这样好了 我让暖灯收拾旁边的院子 晚宁我搬出去 季云开脸上眼中都带着笑 但萧九安却莫名地感觉到危险 但萧九安绝不会承认 他拿话刺激凤奇的事 萧九安强压下心中的不安 一脸严肃 云开 本王的身体无视 且凤奇公子已经不是天衣谷的弟子 他开的药方咱们还是别用得好 免得给他惹麻烦 师兄虽已不是天衣谷的弟子 但医术摆在那里 这种小毛病师兄不至于误诊 王爷要是不相信师兄的诊断 回头我给你诊断 如何 他今天必须给萧九安一个教训 不然这男人出去什么话都说他以后怎么见人 现在他短时间内都没脸去见凤奇 即使小毛病就不必放在心上 过段时间自然就会好 萧九安仍旧是一副严肃的样子 眼神深邃而坚定 没有一点心虚 小毛病不一好 也会变成大毛病 王爷知道担心齐家主会弃病 怎么就不懂得担心自己呢 把费小柴和诸葛小大夫送到齐家做人质的事 他还没有找萧九安算账 这男人又惹事 这个男人不会以为爬上他的床 他就会事事以他为天吧 真的是想太多了 他寄云开从来就不是温柔闲凉的人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了